鸡叫了天会亮,鸡不叫天也会亮,天亮不亮不是鸡说了算,关键是谁醒了,醒来的过了一天,没醒的过了一生。 所以,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,积极快乐,不要炫耀你的钱,死了那只是废纸,不要炫耀你的工作,你走了,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。 不要炫耀你的房,你去了,那就是别人的窝,不要炫耀你的车,你离开了,车钥匙就握在别人手里了,你可以炫耀的是你的健康,别人都走了,你还可以晒着太阳,喝着茶,享受着健康的生活,健康是一种责任,世界上只有身体是自己的。 好好珍惜身体,我必须健康,因为赛养父母是我的责任,我不想在父母需要我继续时,我心有耳力不足,我必须健康,因为我不想成为孩子们的拖累。 在他们卫生机打拼的时候,还得花费尽力照顾我,为我花上昂贵的医药费用,我必须健康,因为我不想躺在世界最贵的床上,让最爱我的人担心和费心,我必须健康,为了活出质量,活出尊严。 我不想有一天老趣事,回想起来后,班上碌碌碌,把自己和孩子们挣的钱,别嫌工资少,先把老命放,只要老命赞,一段少不了,你把老命丢,国家全没收,只要你命长,资资还要一张,不要盘不要笔,不要自己弃自己,只要能吃饭,钱就不会断,不怕赚钱少,就怕走得早。 朋友要沟通,心态要轻松,小时别计较,尤其自然消,讨好活,慢慢拖,一年还有几万多,行业再耗钱再多,不如健康快乐多,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,健康是财富,是用再多的钱也无法买到的财富,学会爱自己,爱护自己的健康,遇见,是一个开始,守望,能相伴一生, 更多哲理,情感美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